今天6月25日故事的标题叫被闪电击动 被闪电击中 对应的历史事件是1977年6月25日 罗伊苏利文被闪电击中 而且他虽然被击中并没有死 而且身体完好 而且更加神奇的是逆天是 这是他总地第七次被闪电打倒 他为什么老容易被闪电打的呢 还有个原因 他是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员 老是在野外走来走去 他第一次被闪电击中的是在42年4月 接着在69年70年72年73年76年 在不同的地方被雷击中 都是小伤而且没有大碍 那据统计的一个人如果活到80岁 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三千分之一 而他这样连续七次中奖 那好吧 这个多少位啊 这个几十位了 好像这个叫什么 一再往上是赵 赵往上是金还是怎么地 反正这个 这个这个两千多亿亿亿次 那2187万亿亿次 分之一 这个概率小到极限了 他也是有记录以来 有史以来被雷电击中次数最多的人 所以外号叫闪电避雷针 或者叫闪电导体人 那天神是不是就单独对他如此青睐呢 那么罗毅后来怎么死的 他71岁的时候 他向一位暗恋已久的女士告白 结果人家对他不来电 万念俱灰 开箱把自己打死了 自杀了 他的结局是自杀 所以 所以 真真切切 这叫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自杀总能把自己杀得死 当然呢 也有被闪电击中 结局幸运又快乐的 比如说有一位 托尼里科 里科奇亚 不对 里奇亚 奇科里亚 是一个骨科医生 一天晚上他被雷电 闪电击中 不但没有受伤 而且打通了音乐的任督二脉 突然就出现了强烈的音感 成为一个专业的钢琴演奏家 还会作曲 而在此之前对音乐毫无感觉 另外有个叫埃德温鲁宾逊的男人 62岁 他听力不好 双眼还因为车祸完全失明 结果 被一次闪电击中之后 竟然恢复了视力 而且听力也恢复了 不再需要助听器 当然他对此照样有埋怨 他埋怨到现在 我又要整天听我老婆唠唠叨叨了 以前还听不着 对不对 所以好往他老实还评语 当老天也不容易 我辛辛苦苦拿闪电 把你耳朵眼睛治好了 还得要受你埋怨 那么所以 所以这么多案例 这么多案例 我不说概率 这件事情 闪电 闪电都是几百万伏以上的电压 再加上这个叫什么来着 多少 上万伏 上万安培 上百安培 最最少少 你得要一万安培起 这种叫什么来着 高电压 大电量的 这个叫机 因为它这个雷机 你把树给劈开 都是小的了 动不动 什么延时都能给劈开 比如说很多 你在沙漠里头能够找到很多成管状的玻璃网状的东西是啥 那就是闪电击中了沙漠之后 让它闪电到最后排到地底深处 就是地是无限大的一个零 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电阻 它闪电来的消耗过程当中 一路上把那个沙子都是叫玻璃化的这个状态 就这么大的能量 击中到人体 直接进入了人体 大多数的你脑壳 脑袋 脑袋顶 手指头 或者拿 你走到野外 当你是这个地区里最高的最高点的时候 你就其实 就是硬生生把这个叫导电的叫叫 零电位 就是不是那个地 就是你是导电的 直接就把这个体抬高了 那么雷闪电呢 就是找最短路径康批着你这 你无论是幸运还是倒霉 总之这么大的电量通过人体 有的人被批死了 但是呢 有的人很幸运 连续被批一点事都没有 顶多是啥的汗毛给烧 烧掉了 类似于这种 这说明啥问题呢 人体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以及人体本身我设计目标 并不是在地球这一种 看这种从来这个没有闪电的 这个就闪电机会很少的情况之下 就说穿了吧 我们人必须要为闪电这种大通量的 这个叫电机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体内充满了液体 这个液体都是导电的 但是啥呢 最导电的有可能不是血液 是其他一种类似于体液这种东西 而且导了电之后呢 导电性能非常好 导致的一路过去 没有过高的电压 不会让你直接蒸熟了煮熟了 直接把你给电死啊 你换其他的动物绝对给电死了啊 人 经常出现这种事情 甚至于大通量的这个叫电 突然通过 能治愈你的这个叫啥类的失明啊 耳鸣啊 不知道耳鸣 还可以创造出或者打开一些开关 让你有以前前所未有的这个能力 说出来人体这个是干嘛呢 这就是为了一个 一个特殊的非自然环境去设计出来 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机体啊 在什么情况下 比如说你你长期冷冻啊 在宇航状态下 我这个其实人怎么感觉都是人体都是 专门为宇航战争去设计的专用机体啊 跟机器人一样 我长期冷冻啊 接着大电量通 瞬间让你这个叫苏醒过来 然后呢 瞬间用不同的微调过的这个叫闪电击中你 让你获得不同的 你比如说你是炮兵枪兵啊 或者说这个维修工 不同的这个叫叫技能就给你注入进来了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有点科幻 但是被闪电击中七次都没有事啊 最后自己把自己打死 这个更加科幻 是不是这样 以上 感谢大家订阅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